12月10號人權紀念日這天 新書《反抗的意志》發表會 35年前美麗島事件的主要人物 清零現場 他們都曾經是時代的反抗者 這張照片是前議員 他身穿球服 站在鞭炮煙霄中沿街拜票 也是新書《反抗的意志》的封面 出版社總編輯說 再版這本書為的就是下一代 我常常考他們拿這本書的照片 就是說這位是誰 那位是誰 當然有些人是認得的 但是我不去跟大家講一句實在話 可能有百分之八十 我的年輕同事們都不認得了 我們不只是為了紀錄美麗島 也不只是為了各位可敬的前輩 我們真的是為了下一代 當年歷史事件的關鍵人物之一 高零85歲的牧師高俊明 也來到現場 每一個時代都有反抗者 我是比較不喜歡用這個反抗者 所以我沒有反抗者 我是反抗人管的壓迫者 所以我沒有反抗者 我是反抗人管的壓迫者 我們是否可以用這個人管的 都是這個日子 我們會更加開心 新書收錄近五百張照片 紀錄美麗島事件 當年的黨外人士衝撞威權體制 用他們的意志改變台灣的命運 1978年呂秀蓮準備踏入政壇 與當時桃園縣長徐信良拍賣二手書 募集競選經費 美麗島雜誌社正式發行 成員們公開合意亮相 1980年政府一判亂罪起訴民運人士 掀起媒體大幅的報導 以及更多人的關注 開啟80年代的民主浪潮 走過近35年的美麗島事件 是台灣民主自由歷程的重要篇章 影像集更見證了當年的歷史